大力奖春节五天乐 新春佳节至天寒心里暖 春节是一个喜庆的日子 但是总有一群年轻人 每年春节都与周围欢快的气氛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画面中的这个人是31岁的小趴 他从1987年起就开始过春节了 过春节当然很苦了 不过这么多年坚持下来了 我今天其实跟我老板提过 希望过年的时候可以加班 但是我们老板好像比较想回家过年 是因为亲戚们才不想回家吗 也不是 我原来也很烦嘛 每年过年亲戚就是催我结婚生孩子 但后来他们肯定是没话找话吧 也理解 反正也习惯了 别人的春节是团圆的 可对于小趴而言 春节是孤独的 也有同龄的表兄妹吧 但跟他们平时也没什么联系 所以就没啥可聊的 但是我们的长辈会逼着我们尬聊 小趴 跟你表姐表面聊啊 你俩跟你表姐聊啊 聊啊 跟着聊啊 聊啊 你俩最近怎么样 我还行 我还行 了解你呢 我也还行 是一直都不喜欢过春节吗 小时候吧 其实还挺喜欢过春节的 因为可以拿红包嘛 那现在呢 现在就是发红包嘛 也不敢让我家里人知道 我今年年终奖拿得少 咽着头皮发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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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好学习啊 小姐没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吗 今年倒有一个事儿挺高兴的 我那个小侄女啊 上学了 群群 希望考考得怎么样呀 班里排第几啊 都上九十分了没有 小学一年级九十分都上不了 那怎么行啊 你现在这个年级啊 就是得每门功课都九十五分以上 我当天都是考一百的 不信你问我吗 诚号表学了吗 来给我背一遍 一等一 一二等二 一三出 哦 小趴来了 哎呦三出 今天工作怎么样了 哎呀别这么讲 人家这个数吧 这都没有 你都工作三年了 这都不合适呢 恋爱总谈了吧 恋爱也没谈呢 虽然春节对小趴这样的年轻人来说 可能是痛苦的 但是他们依然无怨无悔 奉献着自己假惺惺的笑容 这怎么回事啊 刚说你呢 你说你这个结婚的你呢 这就是早上结婚的 早上结婚的 早上结婚的 祝福这些年轻人 今年能过个幸福年 欢乐中国年 忍一忍就过去了 接着聊啊 聊啊 接着聊啊 聊啊 嗯 你俩想聊到什么 都行 那我们聊一下广告吧 球球大作战 新春贺岁版 推出了全新双冠模式 一秒钟就可以 评订到队友一起玩 组队更有趣 咱们要不要一块开一把 表姐 我们再玩球球大作战 我们待会再聊好不好 快点把旁边那个闪吃 去了我吃了我吃了 球球大作战 春节求你一起玩 Youtube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Puppy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就关注我的Youtube账号吧